我要給我哭我給我巴起來 我要把我腦子給我拽著 完了他就尬了 2014年7月23日 黑龍江省綏化市青鋼縣禁老院 發生了一起令他不寒而慕 胯下隱隱作痛的事件 那天他說呢 我跟腦子給你尬一下 我跟你尬尬尬 他說我做藥材 什麼時間 幫你找一下 大概兩天早晨 他怎麼跟你說 他說我想要你這腦子 我說那我就給你吧 為什麼呀 為啥你要給他呢 我心裡這話也沒啥用了 我就給你吧 他給你錢呢 他不過錢 他說他要幹什麼呢 他說他做藥材 那你就同意了 他用什麼嘎的 用跨了牌的照片 然後他自己給你嘎的 你嘎 雖然這位大爺神情自漏的樣子 是有點搞笑 但是你敢信 這個影片是被定義為 搞笑影片的 還有很多創作者 真相模仿這位大爺 但是我了解了 事件背後的真相後 有點淡淡的哀傷 又是一個死太賤 7月23日 這天中午吃飯的時候 禁老院的工作人員突然發現 欸 怎麼有三位大爺沒有出來吃飯呢 而且還是同一個房間的 雖然對三人的缺席有點奇怪 但因為禁老院受照顧的人數眾多 工作人員又少 所以沒有立刻去查看老人們的情況 直到下午3點的時候 院長像往常一樣 對各個房間進行巡查才發現 那三個老人躺在床上發出陣陣愛好 床單一片血跡 翻開被子才看到 他們的褲子幾乎都被血染紅了 有人可能會問那人家怎麼不自己去求救呢 因為這裡是禁老院 屬於社會福利機構 跟養老院不是同一個意思 在這裡生活的多數是失能老人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 吃飯、穿衣、上下床、上廁所、室內走動、洗澡 這六項標準只要有一項做不到 就會被定義為失能 三位老人分別為81歲、70歲、53歲 院長發現了大片血跡後 立馬將他們送到縣醫院進行救治 醫生脫下他們的褲子才發現 其中一人的雙側鎬丸均被切除 其餘兩人 一人被尬去了左邊鎬丸 一人被尬去了右邊鎬丸 奇怪的是 雖然被尬掉了鎬丸 但是作案的人 還很貼心的用非常粗暴的方式 幫他們把傷口縫合了起來 但是可能是因為沒有消毒器械 沒有打消炎針 他們的傷口都有炎症 這樣的大手術 縣立醫院也沒見過呀 噢呦不行不行 於是三位大爺又被轉到 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四醫院 簡稱哈爾大寺院 顯然 三位失能老人 連下地都成問題 更不可能自己嘎蛋 更不用說還要逢真 那麼肯定是有人作案了 金老院院長得知老人的情況後 立馬報警 然而更沒有想到的是 金老院那邊竟然出現了 第四名傷者 也就是影片開頭的那位大爺 段鳳有段大爺 他更慘 雙側鎬丸均被切除 隨後也被送到了哈爾大寺院 段大爺所謂的快樂牌刀片 他用什麼嘎蛋 用快樂牌刀片 有東北那嘎阿拉的網友表示 大爺說的應該是刮臉盆刀片 但是因為東北口音太重 聽起來就像是快樂牌刀片 快樂牌刀片 也成為了當時很火的一個梗 我也去查了一下 確實是有快樂牌剃刀 但是這種比較接近我們在使用的刮鬍刀 如果是用這個嘎蛋 那應該會比較接近切片的狀態 咦 想起來我的胯下就有點涼瘦瘦的感覺 雖然這些老人被定義為失能老人 生活上不能自理 但是神智是清醒的 等到他們從麻醉劑的藥效清醒過來後 一致表示 哥我們蛋的 不是外面進來的壞人 而是同為院友的王忠 先從麻醉中清醒過來的 是比較年輕一點的周玉祥周大爺 他表示 7月22號晚上 院友王忠 拿麻醉把他們三個人先綁起來 以防止在動手術時 他們掙扎反抗 然後分別給三位老人做手術 不知道在等待手術時 看到第一位被嘎蛋老人的悲鳴時 其餘兩位老人是什麼樣的心情 完成了三人的手術後 王忠似乎還感到不滿足 於是又於23號早晨找到了段大爺 疼不疼啊 疼不疼呢 疼不疼反抗 我咋不疼反抗呢 我就脫一個 從這肚皮給我畫了十刀片 那是怎麼取出來的 他個掛兜揣著 就拆兜握著 拆兜握著 刀起來了嗎 你刀起來了 他在這屋裡 然後給我哭給我拔起來 然後把我懶著給我拽著 你 完了他就嘎了 嘎了 他咋嘎拽著還挺啊 喂 他說你這臉怎麼這麼黃呢 我說叫你給我嘎的 你 他當時他打你了當時啊 沒打我 你中間有反抗嗎 反啊 為什麼反抗 我吵我嘎我這懶著 我吵你媽 然後當時你還以為他是玩笑嗎 哦 然後你就露出給他看 然後結果他真拿刀片割了是嗎 嗯啊 他最後給你縫上了嗎 白線 白線封衣服的 用什麼針 有大針 大針 大針多長 你比较一下 這麼長 一次很長 我吵這記者要不要聽聽看你問了什麼話 而且這還是我將採訪片段提取出來的精華 記者起碼問了五次 疼不疼 疼你不反抗 你要不要去嘎一下看一下疼不疼 問的都什麼話 還問為什麼反抗 逼得大爺都說髒話了 最可怕的是 王中是在22號下午5點對老人下手的 但是是直到23號的下午3點 進老院的工作人員才發現了躺在床上悶哼的老人 這中間隔了超過20個小時啊 那半乾的血液都已經將褲子、被子、床單粘在一起 那也不對啊 四個老人被嘎光想想都痛的是 難道他們就沒有呼救嗎 有沒呼救嗎 好啊 好啊 也沒管的 沒人管啊 那當職人員都跑到哪去了 原來這家青鋼線進老院 人手嚴重不足 掃地的、做飯的、行政的、服務老人的 再加上院長、副院長等等總共21名工作人員 但是卻有165個院友 差不多就是1比8的比例 一個工作人員要照顧8個失能老人 更何況 老人的基礎生活像是餵飯、幫洗澡這些 院長肯定是不參與的 所以才造成了老人在被嘎彈時呼救沒人管 超過20個小時 3個老人噴到哇哇叫也沒人聽到 當然人手不足是官方說法 You know 這家敬老院是大平方 因為樓梯也不適合行動不便的老人嘛 再怎麼人手不足 3個老人的呼救聲怎麼可能會聽不到呢 除非當職人員根本就不在崗位上 都不知道去哪裡happy了 有了4個老人的指證 警方很快將淡淡兇手捉拿歸案 一審訊才發現 這個王中啊 腦子好像不太清醒 前言不搭後語 似乎是智力低下的人群 再查看他的身份證 怎麼才46歲 46歲不應該住在禁老院啊 在王中這裡問不到什麼結果後 警方只能再到禁老院了解詳情 根據工作人員表示 這個王中確實是有智力障礙 因為他年輕還能打理自己的生活 所以平常會幫忙守個門 幫老人打個飯什麼的 剛到禁老院的時候 還認了個乾爹 但是這個乾爹對他不像開宅 倒更像開呆 什麼事都讓他做 但是什麼好吃的好喝的 都不分給他 久而久之心裡積怨已久又不得發泄 22號這天 王中幫前面提到的 53歲的周玉祥周大爺打飯 但是恰好這天周大爺胃口不佳 兩人因剩飯起了爭執 王中怒火更盛 幾杯黃湯下肚再也抑制不住 趁著老人睡覺的時候 將他們綁在床上 一個四肢健全的46歲大叔 對上三個53歲 70歲 81歲的失能老人 那可不是手道前來的事嗎 在警方的壓制下 王中指了指 僅靠廁所牆外側的垃圾堆 表示 No 切下來的都扔到裡面去了 還有另一部分 是直接扔到廁所裡沖掉了 因為時間已經太久 而且都混在一起了 也沒辦法再接回到老人的下涕了 有人要問 不是只有那個53歲的周大爺得罪王中嗎 為什麼要對其他三個老人下手 我哪知道去 他精神有問題的 誰知道他在想什麼 他的智力到底低到什麼程度呢 在距離禁老院不遠的地方 有一家藥店 王中曾經受託幫忙買藥 藥品兩塊錢 王中扔下五塊錢 人就走了 他連五以內的數字 都沒有辦法算明白 而且因為人手不足 王中四肢健全 他還擔任過看守大門的門位 每次有老人外出 他都是連打代罵的把老人趕了回來 你敢信 這樣一個人竟會被禁老院 違以重任 在禁老院裡自由進出 但問題在於 為什麼王中只有46歲 卻住在了禁老院 禁老院的工作人員說 王中是農村無保護 無保護是什麼呢 就是指在農村中 沒有勞動能力 沒有生活來源 沒有法定 擅養 撫養義務人 像是一些腦溢血的成年人 像王中一樣精神有問題 智力低下 又沒有人去照顧的人 都屬於農村無保護 地方政府就會為這些人 提供供養的服務 包吃 包穿 包衣 包住 最後就算人嘎了 沒了 也會保障 這就是無保護了 因為這些農村無保護 多數都是一些失能老人 當不詮釋哈 就像王中這種特殊情況的 他們都會被安排在 公益性質的社會福利機構 漸漸的 為了集中管理 無保護就會跟這些失能老人 都安排在一起 像是這個案件發生地 清岡縣真詳正進老院 說是說進老院 但其實 人家門頭寫的就是福利院 當然不可逃避責任的就是院方 福利院為什麼人手嚴重不足 甚至還有王中這樣 有精神問題的病友來參與工作 根據農村無保護 供養服務機構管理辦法 其經費是得到縣政府保障的 不可能存在資金不足的情況 除非院方跟地方政府 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 事後清岡縣也啟動了追責程序 對七名縣政幹部立案調查 當然也包括福利院的院長 跟兩名副院長 最可怕的還是 四名老人足足在床上 好了二十多個小時才被人發現 工作人員嚴重失職 我可不想等我老了之後 再遇到這麼個社福機構 更諷刺的是 如果不是仔細去了解背後的真相 可能就將段大爺那支採訪影片 當成搞笑影片再看了 而且因為這個事件 清岡縣都出名了 在百度上一搜清岡兩個字 資條就有這個事件 而且還是兩個 這可是六顆血淋淋的 搞玩換來的真相跟...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